大家好,我是攝錄的主持阿玲 相信大家看到我拿著這枝這麼小巧的RF7284 都會以為我會帶它上山拍風景 畢竟它們這麼細緻又輕巧 似乎都很適合拿上山拍照 就連Steven都說他會帶這枝鏡上山 但是在我細想之下就發現 似乎我們要試盡這枝鏡的能耐 去到發揮到它的特點 以及真的試盡它體驗到操控體驗的話 似乎有另一個場景更加適合去測試 那就是街頭了 今天我會帶著這枝鏡頭 會在深水埗街頭遊走 嘗試在2020年完結之前 去記錄在疫情橫行之下 在街頭上的新常態 來了 喂,撞車了 啊! 嘗不住啊! 長焦鏡有一個特點就是長焦壓縮 即是會把前後景拉到很近 我嘗試有一個畫面就是 因為現在人人都戴口罩 其實我就想有一個畫面就是 這樣拍到這條街一直拍到 很多人的正面都拍到他戴口罩的時候 再利用長焦壓縮前後街頭街尾的人 都拼在一起的時候 整個畫面就應該會很震撼 加上現在剛剛太陽在上面 有一點輕微的曳光 變成有一點光亮輪廓 其實應該是會漂亮的 所以就試試看 沒甚麼多口罩 很多口罩 上去多一點 反光看不到 這部很麻煩的口罩 讓我看不清楚視野 雖然現在通街都是口罩 但我要遇到一個畫面 是很多正面戴口罩的人向著 都不是那麼容易 這支鏡有一個好處 我發現到就是它夠輕 因為剛才這個橙眼 我要擋著臉 擋著陽光 我現在手舉高 因為高角度才可以拍到軟 但是單手要等 要等一些比較多口罩的畫面出現 所以就這樣保持住的時候 因為夠輕 所以就保持一段時間 其實都OK 都捱到一會 所以這個是一個好處 如果是比起以前那些 大大粒重的那些 應該10秒8秒就要放下來 好很多 來吧 舉高一點 全部都是背面 給多一點正面來吧 原來是你的頭來的 都阻礙了 我為何有一個人站在不動的呢 原來是你 只要這個人走開我就可以拍的了 不怕了不怕 走啊走啊 不怕 算輕 那你看看你和甚麼比 和以前那些7200 比 如果比 市街邊的大火車 它也比較輕 那和大運像比 都是直接羽毛 對呀 這支其實是695g 那麼重不重呢 我剛才實測過這樣舉起 應該20-30秒都OK 所以這個就可以是一個指標了 也好像真的輕過以前那些7200 好像輕了一點 所以就 對呀 變攜星 這個OK 繼續吧 這支72004 有一個很大的外形上的特點就是 它比傳統的7200是短了很多 所以你拿著它在街上走的時候 它就不會那麼長 這樣困來困去 所以這個舒適程度 變攜性是大了很多 也都看起來沒有那麼外眼 你變成了行動上都會方便很多 所以這次這個操控上 就有這個好處了 這支72004 其實配著 我覺得它的整體平衡感都OK 無論你是70的時候 還是Zoom到200 整體的重量分佈都挺平均的 但就有一個我不太喜歡的地方 就是它這個變焦環是有點感的 有時候你想很快速地Zoom 其實就不是那麼容易 即是你舊的那支 正一點 借來領兩下 當然是正 借來領兩下 借來領兩下 你看這支舊的小小白 那個變焦環多順 多快 爽很多 你看這支 用甚麼對焦模式都很糾結 用人面 用回Sony 嗎 不是 甚麼機器都是 但我用對焦點去選擇又很慢 你不是每次都做甚麼 所以難道都是用反破歸真 中間構圖再動 是的 Telly 不和它一定會炒 YN 的我都還可以盲拍 所以又是另一種機的困難 其實70-200 有一個焦段的好處 就是構圖彈性很大 有時候你要拍攝一些比較細的主體 例如那些探測體溫的機器 其實我不知道有沒有用 總之這個都成為了現在疫情下的一個新常態 你去哪裏都要刮 我想捕捉這一下 刮那一下的動作的時候 其實我可以用到200 很遠地移動 其實都可以扣到一個比較 感覺到整個畫面的構圖 所以這就是70-200 的好處 萬塊門比較好 剛才有些動感 刮那一刻不動 然後後面的人移動 就比較好 大家可以看看喜歡哪個比較多 下一個景點 有沒有一些防疫物資的東西 沒理由的 難道香港人不用買口罩 對呀 現在不用買口罩 現在不值錢 沒有人買口罩 店府一樣不值錢 沒理由的 在經歷過年初的口罩方法之後 現在口罩方面又算是穩定一點 所以現在周圍 其實很多時候 你都很容易看到有很多口罩在賣 我剛才想影到這個口罩的部分 但你看到其實我已經移到很盡 這就令我想起一件事 就是這支鏡子的最近對焦距離 是一個很大的優勢 因為現在這支鏡子 它最近是可以去到0.6米的對焦距離 60 即是這麼多 60 這支鏡子的最近對焦距離是0.6米 所以比一般70-200 會為於短 所以在這麽客襲的環境下 構圖彈性會更加大 到可以去到很近 都還可以滑倒 比起傳統70-200 其實要去到1米才對焦距離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當然現在就不止1米 但有時你在很狹窄的空間 如果你要拍攝一個很近的位置的時候 就是對焦距離與對焦距離的分別 有時你真的要在這麼窄的位置拍照 就真的拍到與拍不到的分別 即是這支鏡子這麼近可以對焦距離 我現在這麼近都還對焦距離 還對焦距離 都還對焦距離 在這裏盡了 差不多這個位置就是最近的對焦距離 這裏盡量還有很多空間可以走斬 但如果你用舊的G728的話 這個 封不了了,我已經貼得頂盡了 還是不行 這些真的拍到與拍不到的分別 天色開始暗,最好做甚麼呢? 就是試散景了 這些大家都知道是F4 可能會有個擔心它沒有2.8的光圈 那麼散景會不會看那麼漂亮呢? 以下我拍了幾張範例條片給大家看看 大家可以看看效果 不過提醒散景效果有多散 有取決於很多因素 取決於你的主體和你的主體有多遠 主體和我的背景有多遠 所以以下的圖片都是參考一下就好了 拍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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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mmy仔現在是很… 現在很忙,不好意思 有光華 好值得尊重 可以了嗎? 我們繼續吧 哇,厲害 先看看 有些磨在裏面 但幸好我真的很麻煩 今天帶著這支RF7204 就在深水埗拍攝了一天 最大的感受就是它的體積和重量 其實真的很方便 無論是手握著或放進袋子 還是揹在身上 其實都是相當的袖手 所以這個便攜性上 其實真的不能輸了 這個固然受惠於內便膠的設計 但外面膠有利也有弊 因為它的相對於內面膠來說 就會沒有那麼硬正 沒有那麼擔心 所以大家用的時候就要小心一點 總括來說,這支鏡 我覺得無論你是要拿上風景 要揹身或旅行等情況 其實都是一支頗適合的鏡頭 再考慮它的定價 比起2.8 個支都差了一段 所以若然你想要一支長焦鏡 旁下身摘下袋的話 這支鏡都是一個頗好的選擇 好,今天2020年來到尾聲 希望大家可以很快脫下你們的口罩 自由呼吸新鮮的空氣 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就記得like、share、subscribe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再見 Bye Bye 我想介紹金小民的作品給大家 好,請 來吧 請說 喂,誰說介紹 甚麼?就是intro的影片 這樣介紹就看 西角龍中心 西角龍中心 好厲害 舊將 西角龍中心 會玩 完